哈喽大家好 昨天呢有位粉丝他呢私信我说 说想看一看奔驰翼现在这车 降价优惠幅度究竟如何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奔驰翼还有奔驰S 马上呢都要换上新款的款式了 现在呢入手或许是一个价格最低的时候 那究竟能优惠多少呢 有很多朋友说说奔驰翼啊 能优惠个六七万了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呢也和今天的啊 这位粉丝一起去看一看 看这优惠程度究竟如何 又或者说质量奔驰翼三百 这车全拌开来又需要多少钱呢 下面组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款车吧 老铁们看到了吗 眼前这辆呢 就是我和朋友一起来看的 全新的奔驰的E300L 这车呢我们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 也包括它的轮毂 有点类似于改装之后的 但这是原厂的啊 配置呢是叫E300L运动书相版 新车招架呢是高达四十九万九千八 这确实动力还是很不错的 2.0T的发动机 那相对于那个1.5T的发动机来说呢 在成熟性以及考虑方面呢 都要强了很多 最大马力能已经达到了252匹 据说呢百公斤加速也只需要6.6秒 相对于宝马的武器来说呢 它的动力会更加的啊 纯粹一些 当然价格呢也是更加的贵 相对于来说 它要比宝马的530 在最终的啊成熟价格 还要再高出个10%左右 这是奔驰它的品牌影响率 我呢也问了很多的啊 奔驰的车主 包括一些女生啊 我说你为何选择奔驰呢 结果呢 他们的回答几乎都一个样啊 第一啊肯定是家里面 现在来说条件是稍微的好一些 感觉买车呢 就要买一个好一点的 奔驰呢 首先它的标呢就很大 要不然就有个力标 第二呢 就它内饰真的是很漂亮 相比于奔驰的C呢啊 奔驰的E 它的尺寸呢也是更大一些的 车长呢超过了5米 车宽呢 只为1米8多 这就是为何很多的女孩子呢 感觉啊加点钱 是要奔驰E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在于它大 内饰的方面呢 我们也能看到 是那种双联平的 它呢是个奔驰S 几乎内饰一模一样 包括做工优料呢 也还不错 你知道那种手帽的地方 几乎全部都是软性的材质 就这个内饰啊 不要迷倒了多少 少男少女的心呢 后外空间呢 你还可以 我们做一句呢 是不会有任何鸡腿的感觉的 最后呢 就大家所最关心的 这是它个价格了 开头时呢外说了 这新的造价呢 是四十九万九千八 那它机会能优惠多少呢 刚才外问了 销售的销售说 如果要半分一七的情况下 这车是可以优惠六万块钱的 也就是说啊 裸车是四十四 连上保险 以及它的分析手预费是七千 利息的话呢 是四离 最终呢 全部落地价格是五十一万多 也就是说哈 五十一万多 就可以把这辆分之一的三百L 就可以把它开回家了 那感觉如何呢 夏天什么车 也欢迎去评讯区里面留言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